徐佳瑩時歌五年 終於重啟巡迴演唱會 不過剛從地方媽媽回歸 要準備打卡上班的她 竟然說有點票房壓力 還是會啊 因為也是那麼久沒辦了 還在想說 現在比較年輕的小朋友 可能也就是都不認識我 之類的 小朋友會介紹給他的那個朋友 可是我兒子介紹給他 兩歲半的朋友 會有一點點那種 現在出來不知道 還有沒有人會聽啊什麼的 就是我覺得那是一種 職業上的那種恐慌吧 大家真的不用擔心買不到票耶 因為就是真的 可能不會走一場 就如果真的賣很好的話 大家會想辦法啊 而她今日也在臉書 抒發心情表示公開抱怨 對自己來說是奢侈的事 還說有些迫事 說出來就沒事了 讓大家超緊張留言關心 究竟是什麼迫事咧 我在講那個鞋子啦 我每次譬如說 金曲獎或什麼重要場合 我要高嘛 我就矮 我就必須要穿 這一種鞋子 都是這一款的 然後就有很多人說什麼 她始終找不到 她自己適合的鞋款 好了你們夠囉 我就是要穿這個 就是那種 我就是要穿這個 我才會走得好 我才會唱得好 的這種心情 稍微的抒發一下 欸果然就是 整到自己 後空還會繼續 想要在臉書上這樣抒發 不會了 我覺得 我來穿這個 就是我跟我們 說得最好 好 我也不喜歡 所以我去做 我來穿這個 幾分裂 我來穿這個 我來穿這個 我去就弄 你們 你 你 出來